这是什么比赛让梁静坤10比0后还疯狂的扣杀 坚决要轰对手11比0 当初不给对手剃光头的规定已经彻底废除了 这是不尊重人吗 这是2022年WTT阿曼战的蓝丹决赛 这也算是国拼中生代球员的顶峰对决 这场比赛更加年轻的大盘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强势拿下了冠军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梁静坤的技术有多好 第一局比赛梁静坤一个回球失误 林高远11比9拿下 本来都以为这场比赛异常的激烈 但是接下来的剧情绝对出乎你的想象 第二局上来林高远反守卫的出台 继续失误 林高远一连串的失误啊 比赛直接就来到了5比0 漂亮的对攻 林高远软了呀 林高远软了一个高抛的发球 还是失误了 7比0了 大胖的反守顶得真好 林高远又是一个反守的失误啊 比分来到了10比0 看看会不会浪球 反守领不浪球 主动测身 好球啊 梁静坤这个正手打得太好了 这下梁静坤直接打出了一个11比0的比分 给林高远剃了个光头 这个在国平非常扫尽的你们觉得有没有尊重人呢 在被踢框头之后林高远非常愤怒 第三局上来连续的强攻 但还是打不赢 毕竟梁静坤是国平一线球员 一度是梁静坤的克星 实力非常的出色 又是队攻中打飞了 2比0开局 而林高远其实早早就出道 一度是世界第二的排名 但是如今反而是不见其色 你看这种反手出台就是因为着急 好球 梁静坤的反手成功那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他打球和小胖真的有几分相似 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反手 速度太快了 7比2 还是反手的进攻 这一招无解啊 对了起来 这个球大旁出台了 这两个人打的确实非常精彩 继续对攻 反手抽一半 正说再难 太帅了这个反手 梁静坤的反手真的不比小胖露 又是接发球的反手梁 你看这种完全就是小胖的打法 10比4 6个局点 还是一个反手的长台抽了 大胖11比5 拿下第三局 这两局打下来 林高远有点崩了 第四局的比赛 梁静坤上来运气也不错 又是插边 又是插网 你看这种反手的挤压能力 打得林高远很难受 漂亮 这个防守太好了 林高远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7比2 这个球拉得太大了 林高远有点在下打了 不管有没有机会就是冲 梁静坤就是顶你的长台 让你去冲 漂亮 你看梁静坤的防守反击 10比2拿到了局点 林高远应该尝试去摆短控球 找机会的 长台对了 根本不是对手 梁静坤一拨8比0 直接拿下了第四局 大比方更是3比1领先 林高远没有退路了 末局上来 双方来到了6比6 结果林高远又崩盘了 球也不是高难度球 球也不是高难度球 但是自己就是失误 对攻打起来 林高远是真打不赢啊 好球 这个抢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连续的反手挤压梁静坤也下网了 哎哟 梁静坤运气不错啊 等了一个插网球 10比8拿到了局点 林高远直接把球打飞了 梁静坤赢了 梁静坤拿到了这次大赛的冠军 虽然这次大赛冠军含金量并不高 但是能够夺冠对自己自信性的提升也非常大 而且梁静坤仅26岁 可以说国平又一名真正的王者出现了 在马龙之后又有接班人了 2 2 3 3 3 2 2 5